國人受騙,在堅果受害,政府非常關心 我們搜集所有資料,逐家反彈 發覺只有120位還失聯 我們持續追查,並已經救回國人一些 而且對於救回中,還有涉及詐騙,移送法辦 也已經收押,政府會持續運用各種手段 對在國外的國人持續關心協助 同時也呼籲國人同胞,不要親信所謂高薪 聘請等等,到了國外卻淪為犯罪集團 的搜刮被害人 好,那再來民視跟TTA要詢問 夏立言負中,輿論反彈 國民黨副主席連勝文卻說 夏立言是忍辱負中,不像民進黨只靠嘴炮 那請問院長的看法 以及中國PO出俯瞰澎湖的畫面挑釁 那請問政府的應處作為 以及紐石有報導 月底還有一團美國議員即將來台 當外敵威逼的此時此刻 國際友人紛紛站下協助 我們非常感謝 也歡迎國際友人持續為台灣發聲 關西台灣給我們協助 相信大家一起維護區域和平 大家團結守護國家主權 卻有政黨主團到敵鼓人陣營去通敵 還講什麼辱,還講什麼中 真是令人笑掉大啞 連國民黨自己提名的候選人 都在在說這是投降 這是不當 國民黨應該覺醒了 不要還是跟中國唱和 我們也呼籲國人同胞 台灣在蔡總統領導下 世界都越來越重視台灣 肯定台灣 台灣也會團結一致 來堅守守護國土 守護國家主權 站在自由民主的陣營 唯有這樣 我們才不會被外敵侵略併吞 不要在這種時候唱衰自己唱惡中國